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喜乐 我是来自台南县 柳银香召会的冯永祥弟兄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 我们知道 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这个在训练期间 姊妹每个周末回家 有的时候邻里高昂 很高兴地跟我分享 训练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的时候心情沉重 脸色沉重 不说话 也有几次还跟我讲 想退训 我就只有在心里祷告 主耶稣啊 加强我的姊妹 那很奇妙 无论她是在高山或者在低谷 这个每个周二早上啊 她还是自动把东西收拾好 准时这个出发上课去了 实在看见神的怜悯 这个基督得胜 姊妹在这个训练期间呢 这个蒙恩很多 那我举出两点 第一点 她以前读圣经啊 总是选自己 享受自己喜欢的经节 这个 但是借着这个核心课程 这些老师们深入浅出的解说 还有纳灵的供应 她现在对主的话呢 更珍赏 更爱慕 很认真地写这个 这个生言稿 更多被高峰的真理构成 也更坚定 走神命定之路的心志 那在这次的训练中呢 也建立并且享受了 这个个人定时与主 私下的亲密的祷告 第二点就是她得到 这个刚强开拓的福音之灵 因为在这个 召会历史的课程中呢 看到许多中国内地会的圣徒们 当年为了把福音传入中国 为主牺牲一切 这些美好的见证 深深地激励了她 所以在已过这个 四月五月这两个月 每个周末回到台南 马上加入这个 关天乡盐水镇的福音开展 这个与圣徒们配搭行动 虽然外面身体感觉疲倦 但是我知道她里面的灵 是刚强喜乐 她跟我说 能够有份这两处招会的成立 是这个训练中最荣耀 最有价值的事 这个壮年班的训练呢 大有功效 就像刚刚这个 高雄市的毕业学员郭曹辉讲的 一人参训全家蒙恩 她现在在家里面 已经成为我的辅训了 这个我相信这个 对我将来来参训一定很有帮助 在此特别要感谢 这个班主任还有各位辅训 这一年来的辛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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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